好 我们看到在美元一加独强的情况之下 亚洲货币跌失位置 月圆对美元及上周五创下32年新低后 日本央行疑似多次出手干预 不过成效有限 人民币对美元的及其会价 今天也跌穿了7.3的水平 再创近15年的新低 向我们的话题立刻请教 我们今晚邀请到了嘉宾 新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贤 张欣你好 你好 福江 我们看到针对近期人民币的贬值人行 今天宣布将企业跟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审慎 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到1.25 那您认为这个对于企业 还有对金融机构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人民币的汇价来说 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此举是扩大资本流入 然后也是鼓励这些企业 进行跨境融资 目的是增加境内的外汇的供给 目的还是为了促成 人民币贬值幅度收窄 维持稳定的状态 这对人民币我觉得在市场操作上 这是自9月份 央行调整了外汇准备金 也调节了远期受贿业务的风险准备金 之后又一次算是利用这个金融工具 来对汇市来做一些干预 那么我觉得人民币的近期的贬值 实际上是和其他的非美货币 基本上保持着同步 当然了就是中国央行也同样跟日本央行一样 也会采取一些这个利用一些工具 利用一些这个手段呢 来促成本币的这个稳定 后续的话呢 我觉得央行在金融工具上的话呢 还包括有像人民币中间价 形成机制当中的逆周期因子 仍然这个工具还可以用 同时的话呢 央行和商银行的话 还可以做一些调期交易 来促成人民币的稳定 而更主要的话呢 我觉得从中长企业来看的话呢 更主要是产业政策 包括咱们前面新闻当中所谈到的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支持政策 吸引更多的这个外商呢 来花投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促成这个中国外汇储备的 这个进一步的增加 我觉得这都有助于促成人民币 趋向于稳定 因此的话 对于人民币目前的过度贬值呢 我想会有助于引导市场的预期 那这是对于这个人行政策的一个分析 在股市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A股呢 在经历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缩量 然后小幅的时候跌 特别是连续第六天 路德竞卖出的北向资金呢 今天已经恢复了进买入 那如果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是不是也意味着 这个A股呢 已经不具备再度大幅杀地的一个空间 我赞成这个判断 另外呢 我给出一些这个数据上的佐证 最近这个北向资金的操作呢 成为了市场观众的焦点 因为就在周一呢 北向资金单日竞卖出179亿元 这是创下历史单日最高水平 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天能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 这个静卖出金额 甚至超过了这个整个9月份 全月的这个静卖出 120多亿元之的水平 但是我这里给一个数据给大家的话呢 就是对于北向资金 大家没有必要过度的迷信 如果说的集中在一段时间内 出现集中性的大规模 超常规的静卖出的话呢 往往会出现什么呀 关键性的低步 咱们举个例子 单月竞卖出金额最高的月份呢 从历史观察下来呢 是2020年的3月份 一个月呢 北向资金是竞卖出了678亿元 那么2020年的3月份 就形成了当年的最低点 2600多点 而且接着到目前 也再也没有见到那样的低的点位 那么单月竞卖出 这个第二高的月份呢 是在2019年的5月份 2019年的5月份呢 并没有形成2019年的最低点 但是呢 就是不是脚底板的这个点位 但是也是脚踝的点位 它也是底部趋 换句话讲 截止到这个今天 10月份 就是这个10月份的这个静卖 北向资金静卖出的金额呢 累计是达到5061元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话 是历史上第三大的这个 静卖出金额的这个月份 那么目前的这个点位 也是2900多点的话呢 那么也将有望成为 就是下半年的这个最低点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北向资金的 这个反向指标的特征啊 我这里汇报一些数据 供大家做参考 那如果从今天这个盘面上的 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像酒店餐饮板 快集体大涨 因为市场对于这个精准防控之下的 这个消费市场的恢复呢 是抱有期待 另外我们看到像汽车产业链 还有光伏除能等等赛道股的活跃度 也再度上升 那你怎么看待这些板块的 一个反弹的力度跟高度 好的 那么餐饮旅游的这个上涨呢 我觉得和这个鼓励这些 这些这个来华投资的这些外籍人员 便利他们来入境 同时的话呢 我也注意到周边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像邻国日本在10月份的话 就放开了这个个人的这个游客的自由行 中国香港呢 同样也在防疫政策上的话呢 做了一些这个相对调整 因此呢 随着这个精准防控越来越有效呢 那么在这个防控政策上的这个灵活性呢 我觉得都会因地之一 有希望能够这个依据这个疫情状况的话呢 做出一些改善 所以说参与旅游类的这个板块的走强呢 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 而至于这个汽车板块的这个走强 以及太阳能板块这个走强呢 我觉得和经济数据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周一公布的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9月份经济数据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汽车行业的这个数据啊 我注意到是最亮丽的 从工业增加值情况来看呢 汽车的工业增加值呢 在9月份呢 是同比增长了23% 是这个增幅最高的月份 而从这个社会消比内售总额来看呢 汽车类的商品呢 在9月份是这个 同比呢是增长了14% 也是这个增幅最高的这个一类 所以说汽车业倒实际上主要就是新能源汽车了 说汽车板块走强的是受到经济数据的影响 而太阳能这个行业的这个板块受到资金的推崇呢 则是跟国家能源局所公布的数据有关 它等于国家能源局公布了这个一至9月份 发电企业的相关的数据 我注意到像太阳能的这个装机容量呢 接着到9月底的同比呢 是增长了28% 这个数据的话呢 是要高于这个前一个月份的 这说明太阳能的这个装机容量出现这个高速的这个增长 同时呢 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源工程的这个完成额方面呢 那么同比的这增长幅度的话 同样也出现了加快 因此我觉得今天这个出现上涨的这些板块呢 很明显这些资金呢 是依据的是宏观经济数据来做出的判断和操作 是基于中长期的建仓目的 而不是做短线 我觉得对依据经济数据来做多的这部分资金 所选择的品种啊 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考虑借鉴一下 OK 非常谢谢张先生 就我们今天一股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